中共国家统计局3月1日公布 中国二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1% 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连续五个月低于荣枯线 前一天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排行的前百大房企销售总额为4762.4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大减51.6% 其中二月销售额比一月份减少29.3% 二月初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减0.8% 已经连续第四个月下跌 官方经济数据如此不振 真实情况被指更糟 另外 加上中国股市的持续震荡 以及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专家们纷纷表示 中国今年的经济由于饱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市场已经失去信心 所以长远来看 结构性来看 中国如果不调整的话 光是一个人口结构危机 财政危机 金融危机 这些都够让中国偷通的 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办法 好几个危机同时爆发更难解决 一个危机就已经很难解决了 一个皇帝长危机就够了 或者说一个失业危机就很严重了 现在好几个危机同时爆发 最后演变成信心危机 那就几乎没有救了 中共两会下周召开 李强将发表上任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 预计经济成长目标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但分析认为 面对现在的经济状况 李强两会报告不会有什么看头 只是走过场而已 因为习近平啊就是他对中国的经济有套想法 这套想法呢不接地是不同人性 就这个经济肯定按他想法搞不好 但另一方面呢 李强的搞法呢 用习近平又不能接受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先看好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 那现在问题 它其实不是个增长的问题 它是个倒退的问题 只是说呢 现在中共内部 他们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还在强行地用各种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 来想把它的增长率 拉上去来制造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政绩 这样呢 对中国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新唐人地人台记者唐锐 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